今年8月在巴黎舉行婚禮的鄭嘉穎和陳凱琳 想不到這麼快就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11月22日晚 兩人分別在社交平台Post同一張照片 相中兩人攬得緊緊 嘉穎還疼老婆的額頭 看上去非常sweet 不過他們並不只是放閃那麼簡單 這對新婚夫婦還分別以中英文宣布做人成功 榮星做準爸爸媽媽 內容大致是說在感恩節這個特別日子 和大家分享一份大禮物 就是我們家庭將會有一個小寶貝 雖然在成為父母的道路上 仍然有很多東西要學習 但我們承諾會盡最大努力 去照顧我們家庭的最新成員 嘉穎還在太太Grace的Post上 留言寫上辛苦你啦老婆 而Grace也留言多謝老公照顧 真是幸福滿捨呀 得知這個好消息 嘉穎和Grace的圈中好友都紛紛送上祝福 包括Lisa姐汪明泉 黃心穎、胡鴻君、李思華、黃翠如 胡佩慧、陳敏芝、楊千華等 而少府聯盟成員龔家欣、沈卓瑩 譚凱以及嘉穎好友唐詩穎、馬國明等 當然也非常替他們高興 更說會很疼嘉穎和Grace的P 以往之言,黎諾義和李思華 也起文家詠的好消息 還隔空向這對準父母送上祝福 終於可以說了 很開心 知道了一點時間 讓大家早一點 我記得有一次他們去招超聲波 很開心 大家都…不…不… 他們兩個很興奮 神采飛揚去照 很開心見到 然後就說 嘩…這麼大條的 然後醫生說 是池帶來的 我替他們開心 我亦都很榮幸 升格做契爺 是嗎? 是的…很開心 其實除了公平之外 我想說 其實我覺得 我當時跟Grace做Miss Hong Kong的評判的時候 我感覺到她是有的 不知為何 我真的有個感受 我不是跟你說嗎? 我是跟你說的 姚之靈是我的證人 我是說她有的 她的氣息不同 你怎麼看到她? 我不是看到的 我是覺得… 我真的有女人的感覺 你又不是過來人的身份 為何你會感受到 不是呀…她… 即是…女性是特別敏感的 你真的說甚麼 那你能否感覺到我有 我感覺到你下年就可能有 那你今天… 讓我穿一下 她很張張的感覺 我感覺到你今天有點鼻鼻地 歡迎她加入我們這個行列 媽媽媽行列 是的… 嘉榮應該… 眼袋應該越來越黑了 然後… 你也不是很黑 我過了那個階段 我一歲半了 是的… 恭喜她們先 亦希望她可以… 快點… 除了這個之外 生完之後很開心 再追多一個 是的… 她們有甚麼問題不明白的就隨便 不是大問題 因為公司有太多意見可以給她的 沒錯… 昨天我先和 Jin Pan也談完這件事 是嗎… 她也快來… 是… 對… 大家可以以後出來… 好呀… 那些話題不用那麼分散 是… 很集中的 是嗎… 以前我和她聊天 很難聊得來 我和家樂那些都聊得來 因為大家做了爸爸 她硬是… 擅長不了我們 現在… 現在挺好聊的 她們一來談就談兒經 女經… 是的… 而且家裡悶的時候 就看孩子來了 我覺得有幫助 對… 完全對她們有幫助 這是最好的拉票方法 不是… 根本上就是需要 孩子來了就是 一個新秀的爸爸媽媽會經歷的事 是的… 他們是要看的 其實展盤也要看孩子來了 不要看天命了 看了天命而已 看孩子來了 是的…